接下来跟会谈要离心力 离心力这是一个不存在的力 假想力 地科会教一个科士力 也是一个假想力 这个力不存在 他们的原因都是因为 我不知道 我正在转圈圈 我不知道我在做圆周运动 我不知道我有加速度 我以为我禁止 所以当我在一个在这里绕圆周运动的时候 我感受受到一个像心力往里面拉 可是牛顿告诉我 这样子我会往里面跑 有个加速度往里面跑 可是我没有啊 表示我需要一个另外一个量向外面 向外面 这样两个力会平衡 我才可以保持静止 所以我应该在做加速度运动 但是我以为我是一个静止的 我是一个等速度的 所以我要想象出一个力量跟它平衡掉 那我就想出一个所谓的离心力跟它平衡 离心力是一个假想力 这个力不存在 他如果搞清楚我现在正在要圆圈圈 我就不需要离心力这个力了 我就知道在做什么回事 可是对一般而言 用离心力这个讲法 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 比较容易想象 比如说离心机 转转转转转 东西就甩到外面去 转转转 离心力好大 东西都被弄到外面去了 就达到我的离心机的 解开它们分它们的效果 刚才讲脱水机转转转转 离心力好大 就把水甩出去了 所以对一般人而言 会觉得用离心力来解释 他很容易就理解 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这样 但实际上这个力不存在 没有这个力 所以我在解释一些事的时候 我都不喜欢用离心力解释 像你们第一个要教的潮戏 有人就会用离心力解释潮戏 那我就不想要解释 因为这个力量不存在 我会换你方法来解释它 OK 所以这道具有离心 那有一些书上有一些小错误 他说我们的向心力跟离心力 是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这都是错的 为什么是错的 为什么向心力跟离心力 不是互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在我刚才的说明的叙述中 我已经带到了这件事了 在我刚才说明的句子中 我已经带到这件事了 为什么向心力跟离心力 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为什么呢 来 可爱大帅哥吗 可爱大帅哥叫做29号 没有29号 然后我们就换一个叫做34号 最后那位大帅哥 不要说他不会 他说明他就会啊 我刚才已经暗示你答案了 因为他不存在 因为他不存在所以不是我 我这样子问他当然是当他存在啊 我刚才已经暗示你了嘛 我要平衡 所以我受一个向心力 另外受一个离心力 然后平衡掉 对不对 所以我会维持静止或等数啊 所以他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 那请问你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同一个物体吗 不是啊 A对B B对A啊 所以我们在不同物体上啊 你吸引我 那我吸引你嘛 这还要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那你拉我 另外可以拉我 这叫做互相平衡的力嘛 这不叫作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嘛 这就是另外一个 我到处课考的题目 对不对 写一坨拉古力 我问你说 谁跟谁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谁跟谁是互相平衡的力嘛 记得吗 所以 他们是作用在同一个物体上的 所以他不是 不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OK 这就是跟各位解释一下 说明一下离心的状况 离心力不存在 没有这个力 他是不知道自己在做加速度运动 所产生的假想力 但是对一般人而言 用离心去解释一些事情 他会觉得比较好解释 比较容易解释 可以吗 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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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